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蜜 我这几天牙一直疼 就是都发炎了 流血了那种了 太疼了 然后问一下我老公 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去 有什么办法解决我这个牙疼的 老公 师傅不要睡觉了 去吧 去吧 你怎么了 去睡觉 乖 晚了 去睡觉吧 好不好 去吧 好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牙可疼了 好疼 然后呢 发炎了 你看 哦 牙龈萎缩了 两个牙 三个 两个啊 这牙龈都萎缩了 我说了好多牙啊 这个牙现在之前一直就已经有这个冻冻了吗 我知道牙牙是中午牙了吗 然后呢 但是最近他疼 然后他发炎嘛 吃辣一点还是吃 就吃东西就很难受那种 周末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去看一下吗 对啊 牙疼肯定去医院嘛 不去医院不行吗 不去医院我帮你拔了 哈哈哈哈 我天哪 我这是大牙头吗 对呀 以后要吃东西对呀 牙 牙齿我有问题了 对整个脸型也会有影响 你知道吗 这样啊 嗯 嗯 有些人 有些人不是为了 为了好看 那个把知识拔掉的吗 就会变瘦一点吗 你这个本来就这么瘦了 他掉颗牙完了 哈哈哈 那那个吧 我们去越南再拔吗 就等 不用拔去看 啊 哈哈哈 那等去越南的时候再看 毕竟在越南 嗯嗯 检查 然后弄牙什么 会可能会比中国这边便宜一点吗 哎呀 中国的医疗条件是好的 看病又不是又不是买东西 还要货币三家哪家便宜 买哪家的 看病 你又有什么便宜贵的 你不会花多少钱的 那干话多少钱吗 如果说我我这个牙是干什么呢 该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花个三五千 一万两万都可以 还三五百花几十块都可以 对吧 哎你不要管多少钱 就是病 生病了就要治 不是生病了要看多少钱 你这个病生的 哎呀这样子 又不是很重要的病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在越南若补也就要 嗯 几百块钱左右嘛 你知道在中国 嗯 不只这个钱吧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这样啊 啊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看病就看病嘛 哪还有 病一直拖拖拖拖拖拖 等到牙等到这个 现在我看到是牙齦萎缩 蛀牙 你等到再再拖拖拖拖拖拖 到最后牙齿掉了不是 不是在香牙呀 然后再干嘛的不是花钱更多吗 嗯 因为现在我我我还能承受的了呀 那是病不能拖 一直生了病一直拖着不治 这是什么心态吗 这是 不知道在中国这边 我问你个问题啊 那如果以后我生病了 老了 然后你是需要很多钱 然后你手里有这些钱花了就没了 你是多治病了还是留着钱啊 我看你这种 看你这种表情感觉 到时候你也不会把我拖到 怎么可能 你不会把我也拖到越南去 图便宜 不可能 你说到时候我老了 我也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努力赚贤规了 以后 如果说得什么病 嗯 一揮手就有钱了 就不用怕这怕那 所以 这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好吧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就是能赚到钱 我我省到钱了 以后呢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有解决的办法了 不怕我不给你自 放心了 放一万个信啊 哈哈哈 老婆对你很吵的 嗯 肯定不会拖去越南 看啊 我只是说 开玩笑开玩笑 开玩笑 赶紧去看牙吧 我去给你预约一下 网上先挂个号先预约一下 好吗 嗯 也是 好 那现在如果太贵了 那 因为怎么说来呢 反正我觉得吧 如果太贵 那去越南做也可以 嘿嘿嘿 去越南计划多少钱 如果我是说顺便啊 那不是顺便的事啊 那不是顺便的事啊 到时候你 你牙掉了怎么办 不会的 嗯 又不是医生 看看吧 小事情 好 先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牙啊 我不知道这边价格怎么样啊 反正就是要注意哪一点呢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看过牙 我也是 所以呢 嗯 不知道是嗯 就是该留意什么 然后 嗯 他价格贵不贵 哈哈哈 留意的第一点就是要早点去 生了病早点看 哎 哪话医生告诉你没问题 那你不看也行 但是要早点去看病 看医生 嗯 嗯 第二点 钱 没有听说哪哪家人谁去看病 还要 还要先看看哪家便宜哪家贵的 嗯 那我呀 我就是这么个别的呀 我怎么取得个这样的老婆 哎 那多会省了 你不觉得吗 你省 没必要东西我不会出钱 吃穿用度可以省 对不对 然后哪有哪有看病省的 嗯 嘿嘿嘿嘿 我就是 我个人省省我个人又不是给你们 又不是省你们的 是吧 我只 五杯子以后而已 嘿嘿嘿嘿 是不是 太傻了不行 嗯 去 你记得关号吗 我给你先先关号 好 嗯好 那这样咯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